女生先生们,让我们请出本次研讨会的重磅嘉宾王坚博士 掌声有请 非常感谢有这么一次机会 特别是曾经话唱会在这儿 其实杭州市城市大老开始的时候 他是分管我们的副市长 真的在他工作下支持 所以特别荣幸 今天有这么一个时间 我想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City Brain 第二件事情杭州做了什么 第三件事情它对城市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第一呢我想就是为什么要City Brain 这不是因为有一个新的概念 我想可能大家在过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 其实都有一种这个挫折感 都有很多frustration 这个frustration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当然城市本身 大家都知道城市的发展留下很多问题 而且比如像交通问题的话 其实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小 城市的大小 城市的经济发展的水平 其实都有交通问题 但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这个上一次在巴西开的奥运会上 花了那么多力气做交通的问题 最后还是无解而终 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挫折的一个非常集中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二个大家觉得这个过去的十几年 有那种挫折的话 就是大家可能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 听到了很多新的技术的出现 是吧 我想在过去五年可能因为每年都会听出一个技术 会改变世界 但是很不幸什么都没有改变 所以定年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技术都排在一起 是吧 从AI到Cloud到MitLader到物联网 所以你能够把想的名字都排在一起了 所以我想这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方面 这种城市面临那么大的挑战 第二方面我们有那么多的技术 名字越来越长 可是我们的问题依旧存在 所以这时我觉得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考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由我自己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世界发生了几次非常大的变化 如果你不用第几次工业革命来代表的话 其实世界如果用城市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自己觉得至少发生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第一个我自己觉得城市开始的时候 第一次让人为社会进入了马力时代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很长时间 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 以一个城市有多少匹马来决定 那这个马力时代其实有几次非常重要的发明 那么其中第一次非常重要的发明 那就是在罗马的时候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 第一次引进了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叫做道路 所以今天大家对一个城市修道路 觉得是一个应该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时候是一次巨大的发明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要感谢罗马这个城市 让我们那个城市有了道路 其实我自己一直对一句话不太理解 为什么会有的句话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 我其实很多年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 后来才搞明白 是因为罗马人去了哪里 就把路修到哪里 所以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是罗马人去了哪里 把道路修到哪里 结果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但它背后是罗马这个城市 为世界城市的发展引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叫做道路 那么这一千多年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 其实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那么另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其实也就是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 那我把它叫做呢 城市进入了电力时代 就是从马力的时代 进入了电力的时代 这个呢我想我们要感谢一个人 尽管这个人在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认为 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 就是有一个人叫艾迪森 大家都觉得他对这个发明了灯泡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不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我觉得艾迪森 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在城市里面 引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叫做电网 那么实际上呢 纽约市这个城市 为世界贡献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电网 那么同样大家都知道 今天每一个城市要有电网 大家也觉得是习以为常 但是一百三十年以前的世界 是没有电网这个概念的 所以我想呢 城市发展过什么 引入了在电力时代 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电网 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 是需要有新的方法来解决的 所以电网的引入 使得我们城市 不需要那么多匹马 大家想想看 纽约这个城市 其实在引入电网以前 它跟世界所有的城市一样 也是以多少匹马 来衡量纽约这个城市的发生水平 那电网电力的这个引进 改变了这些 那么今天发展到今天 当我们的这个所有的 所谓的这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 发展到今天 那几十年 五六十年记得一下来 其实到了一个发生的自变的时候 那这个自变是什么呢 自变我这个 我自己觉得就是 城市也会慢慢的进入 从电力的时代 进入了我把它叫算力的时代 也就是说 computing is everything 也就是说 计算能力的带到城市的话 会改变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想的城市大脑 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 当城市第一次有马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道网 当城市引入了电力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电网 当城市对算力的依赖性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这个基础设施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城市大脑 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杭州市 就是在三年之多以前 将近四年以前 第一次非常有勇气的 就像当年罗马要修路一样 像纽约要建电网一样 第一次尝试了 为这个城市建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叫做城市大脑 那么这个才使用后面几年的这个探索 所以我想呢 城市大脑的由来就是 当我们经历这三个时代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全新的基础设施 那么我想这个基础设施得益于很多东西 像今天大家所有提到的技术 像这个互联网 像Internet of Things 像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像Cloud Computing 像Pint Data 那我想呢 这个基础设施 是所有这些基础 最好的一个承载的地方 所以大家认真想一下看 如果没有电网 没有现在的这个电网 也谈不上交流电技术的城市 其实现在这个电网 使得交流电的长途的传输变得可能 所以我想的一个基础设施 对这个技术的推动作用呢 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大家认真想一下看 实际上在纽约有第一个电网的时候 那时候只有一种电器 叫灯泡 这个世界是先有了电网以后 才有了今天的电冰箱 电吹风电视机 这个世界不是因为先有了空调 电视机和电冰箱采取建的电网 这是电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城市大脑的出现 会推动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 所有的可能的新的发明的出现 就像当年电网一样 那么同样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没有道路的出现 就不会有我们今天 那么丰富多彩的这个交通工具 所以不是因为有了交通工具 我们才有了道路 实际上是有了道路以后 才促使大家去想象 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交通工具的出现 这是你看所有的技术发展历史上 这是一个非常显意见的事情 所以我想呢 城市大脑正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我想说一下 杭州做了什么 那我自己觉得杭州还是非常有勇气的 就是说当全世界都还在谈 Smart City的时候 包括我们这个会长对面就讲了Smart City 对吧 其实唐州就明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城市来讲 其实City Break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设施 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它跟原来一项的Smart City 有什么差别 我想很难在这么一个短的时间说清楚 但是呢 我想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你们都有这样亲身的体会 讲了那么多年的Smart City 包括在美国在欧洲 其实大家还是没有搞明白 它到底Smart在哪里 到底充气在哪里 但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搞清楚 所以我想呢 杭州如果用一个最最简单的 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把一个城市最最基本的东西搞清楚了 使得我们让这个城市有智能变得可能 那么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这也是做城市大门以后 你发现在全世界 为什么交通问题解决不了 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辆城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我想去一个数字 杭州市世界上第一个城市 其实知道这个数字的城市 所以大家在全世界各地 如果谈到交通问题 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依据两个最基本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就是 这个城市有多少辆注册的机动车 这是第一个数字 那么在杭州这个数字大概是 两百四十到两百五十万辆 第二个的机遇来做这个数字 就是每天曾经到过路上的车 有多少辆 这是所有的城市来做它交通规划辆的最基本的数据 在杭州呢 第二个数字呢 是大概一百一十万辆到一百二十万辆 那么我自己也不是交通方面的专家 但是呢 开始提出做城市大门以后 我去问了相关的人员 就是说那这个这一百 这注册的车是两百五十万辆 那这个每天上路的车 一百二十万辆是怎么得来的 完了 我大概花了两个月时间想去搞清楚 那最后我的结果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是用科学的方法猜出来的 也就是说 其实没有人知道 到底有多辆车 就是用了一套很复杂的方法 当然 在过去来看是科学的 拆的也是对的 但是还是拆出来的 所以当时我就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说话的这一时刻 到底有多少辆车 我相信也问在座的这个香港的朋友 就是 我们在演讲这一时刻 路上有多少车 其实我当时很差 因为这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但是呢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所以呢 其实城市大脑就 有很好的一次率 像其第一次把某一时刻 路上有多少车给数出来的 而这次数出来以后 让我们改变了对交通的所有的看法 所以大家心里猜一个数字 当恒州的驻车的机动车 有250万辆 通过传统的统计方法 统计出来 每天上过路的车是120万辆 大家心里猜一个数字 那么我说话的这个时刻 在不是高峰的时候 不堵车的时候 路上是多少车 大家猜一个数字出来 然后我告诉大家 其实在不堵车 某一时刻 大概杭州的路上 只有20万辆车 所以我想这是 大家对一个城市的问题的规模 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 但我再有一个问题 那在杭州最堵车的时候 路上是多少车 大家再猜一个数字 其实只多了9万多辆车 也就是30万辆车 所以大家想想看 我们从一个250万辆车的事情 变成120万辆 从120万辆的事情 变成了20万辆 其实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只是9万辆车 多了9万辆车 可是杭州有2000公里的道路 你再把它打开 就是在我们2000公里的道路上 多了9万辆车 就造成了我们所有大家看到的 城市的问题 那我想呢 这个要感谢杭州 杭州是世界第一个城市 数清楚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呢 从这个立场可以看出 我们的Smart City 讲了半天 其实 马没有把最基本的事情搞清楚 但是我想呢 城市大脑从此开了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 来问问题 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么我不好说哪个城市 我们也知道 反正在中国 一些最 今天看起来最先进 最大的城市 他们试图解决的 海狮的250万辆车的事情 他不是想解决的 30万辆车的事情 结果是一定解决不了 因为问题不是在 250万辆车造成的 是因为在路上的 30万辆车造成 这是我想的 是第一件事情 那么数完这个 但是我想说 这个数字是需要巨大的计算能力 就像你今天在这个会展中心 点一盏灯的一样 是要消耗电力的 只是因为今天电力的便宜 使得你忘了 我要点这盏灯 是要消耗电力 那么我想呢 这是 这个是 算力时代的开始 那第二个算力时代开始是什么呢 当你数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整个交通控制系统里边的方方面面都是没有被准确的计算过 那么我也想同样想说 全世界的红绿灯 也是属于这种程度 也就是说 没有人 为每一辆车好好地算过 它应该怎么通过一个路口 所以今天所有的车通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 只不过是按照事先 大家以为它应该怎么通过这个红绿灯 让它通过的 没有人去好好去算 那么我想杭州也是世界的上第一个城市 在杭州的高架上 每一辆车 怎么进这个高架 我们都是替它算了 那么因为这样呢 使得我们在不增加 道路面积的时候 在不增加这个车道的时候 也不增加红绿灯的时候 能够通过算力 让车型的速度 在最快的地方 能提高50% 最少的地方 大概能提高15%到10%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算力给城市带来的变化 所以我想有一天呢 我们就会明白 其实一个城市要提高通信能力 修路不见得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用算力 给每一辆车 怎么进入这条道 算一个方法出来 可能是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想杭州呢 其实是做了这个探索 但是交通的这个探索 可以用到各个方面 其实到最后的话 其实一个城市 每用掉的一度电 也是应该被计算过 今天我们就是被用掉 一个城市用掉的每一滴水 也是应该被计算过的 所以这个杭州在做旅游系统的时候 就想做一件事情 怎么让这个住到酒店的人 他能够知道 他在酒店消耗在的电 是被算了的 他节约下来的电 实际上可以让他的住宿的成本 更加下降 那其实呢 我们今天所有的资源 都是没有被好好算过 所以这是杭州做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的结论是非常清楚 当你修了路的时候 你带来了世界上更多的空间资源 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你城市可以变大 那么当带来这个电力的时候 一个城市带来了这个 这个 这个巨大的能力 实在是城市可以做更多事情 但是回过头来讲 一个城市资源的消耗也更多了 那么城市大道其实是社会发展到今天 为什么交通这个问题存在 就是因为在交通这件事情上反映出 你再多 再修多的路 你再靠 这个别的办法 其实这些资源依旧满足不了 你城市发展的需求 所以大家去看很多城市的发展 在过去十几年 可能扩大了几十倍 但是我们拥堵依然存在 所以城市大脑 一个实践 其实告诉了大家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今天有机会 因为技术的发展 你可以用数据的资源 来优化一个城市 所有公共资源的使用 交通只是一种 有一天 它可能可以来优化你的医保 可以来优化你在城市中央上每一分钟 所以这是第一个城市告诉大家的事情 第二个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 每一个城市需要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需要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叫做城 就是这个城市大脑 完了这个基础设施 是这些数据能够真正来优化 社会公共资源使用的 物质基础 这是考虑的第二件事情 第三呢就是一个城市 它到最后会从我们过去 依赖这个电力 到依赖这个算力 所以呢这些算力 会被政治的引入一个城市 而不只是我们讲的计算机 所以计算机 认入城市很久了 然后呢谈云计算也很久了 但是这两个东西 在过去的在过去的半个市集 告诉大家的事 算力会变成一个城市 有个分分 这是我觉得城市大脑 告诉大家的这个 这个告诉大家的事情 那我自己想想也是 也是也是也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如果从城市发展角度的话 我跟很多人讲过 包括跟搞城市规划的人讲过 那我觉得自己有个愿景 我觉得在对杭州的愿景是什么 杭州已经做了第一步了 就是当杭州开始做交通的时候 跟别人讲过 我说希望呢 杭州有一天能取消限限 完了有一个专家跟我说 他说在世界 我没去做过这个考证嘛 但是那个专家跟我讲 他说在世界各个城市的发展中 只要是有过限限的城市 再有人去了 那再有人去了 那我希望呢 杭州是第一个城市 有一天可以取消限限 因为它的公共资源的使用效应 足够高 那么如果用我自己的愿望 吞这个 做这个规划的议 讨论了很久 反而他们给不出一个数字 来证明到底一个城市 需要多少资源 才可以生活下去 所以呢 我就用我自己做城市大导经验 给了一个数字 没有人反驳我 因为我在一个很专业的 有这个 六千人的一个会上 讲了这个数字 没有人来反驳我 所以我就一直开始讲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 如果城市大脑能做得很好的话 我相信 一个城市 假定它的规模不变 需求不变 那这个城市 只要原来的 10%的资源 就应该能够很好的 发展下去 也就是说 像香港这样的城市 我不知道今天它用了多少电 我也不知道今天用了多少水 也不知道用了多少道路 但是 如果城市大脑是真正做好的话 它可能只要今天的10%的道路 10%的水 10%的电 就足以让这个城市 能够很好的生活下去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每一村的土地 每一堵电 每一滴水的使用 都是被计算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呢 这是将来真正解决一个城市 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最最基础的东西 就是降低这个城市资源的消耗 那最后我要想 就是说 如果从城市发展的角度 有三个东西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城市大脑 那我们第一次要想一个不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 我们应该像 规划土地资源一样 来规划一个城市的数据资源 那我觉得香港可能是一个 这个土地资源非常缺的地方 对吧 可能大家可能会关心土地 但是呢 可能大家对一个城市 所有的数据资源 可能关心的不够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一个信息社会 其实这是一个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资源 它可能跟这个技术一关 可能跟这个生活习惯一关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东西 第二个呢 就是从发展观念来看的话 这个大家要慢慢会像重视垃圾处理一样 来重视一个城市的数据处 就像刚才谈到的 要把这个城市多少辆车数出来 有多少个车位数出来 那这一点呢 我想是有了一个不同的发展观 这个发展观是什么呢 就将来一个城市 慢慢的就不会因为这个城市 垃圾处理能力足够大而骄傲 而慢慢的会为什么骄傲呢 是会为了因为有数据处理 数据的处理 使得我们垃圾产生的量 而减少而骄傲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发展观 所以呢 我相信将来一个城市 因为我前面讲的 能够让我们资源消耗下降的话 它的垃圾的产生的量 是会越来越小 那么应该小过 今天这个城市垃圾的处理量 所以呢 我想有一天 我们花在数据处理上的钱 超过了花在垃圾处理上的钱 这个城市就进入了一个 新的这个发展水平 那么后面的我想讲的 就是说第三个就是 要像规划电力供应一样 来规划一个城市的 算力的供应 那么今天大家 因为我们用的算力少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随手可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呢 等到真正的城市大脑 成为那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时候 你马上会看见 这个算力的不够 就像今天 每个城市也慢慢的会 体会到电力的供应的充足 对城市发展的有多么的重要 那么最后我想讲 杭州可能是很运气的 很早的碰到一些可能其他城市没有碰到的问题啊 但我这不是官方的说法 是我那时候正好碰巧碰到的 所以不代表官方的说法 大概几年以前 杭州市的基础设施的增长的速度 对吧 还是超过10的 但是呢 杭州的这个电的消耗的数值 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 远远低于过去大家常能想象 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觉得蛮欣慰的 我觉得也有可能啊 就是慢慢的 经济的发展水平 跟电力的消耗慢慢图够了 经济的发展的水平 跟算力的 石油量 慢慢的连在一起了 那我觉得代表一个新的经济的开始 那么以前呢 我把它叫做 计算经济 那我想这也就是大家今天讲的 所谓的数字经济 那我觉得数字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就是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的水平 跟它的电力的消耗 慢慢图够了 但是跟着它的 算力的这个消耗 越来越紧密了 那我想呢 杭州城当中 确实会 杭州打造数字经济基层啦 其实做了一个 很好的这个开始 我们大概说 对大家原谅 谢谢